都還有價錢 46隻 要去吃的這一家是米其林有名的餐廳 那它這一條街上有兩間 一間是有冷氣一間是沒有冷氣 那聽說是50年的老店了 炸雞很厲害 它的主打是炸雞 還有它的湯 還有它的烤牛肉 這三個是米其林配件 烤牛肉是80 烤牛肉100 炸雞飯是180 豬肉糖80 一邊 Lore 原來是用那麼多份 本來就是比較乾 就是它的皮烤得很脆 它皮非常的脆 它的特色是它的購買的蒜屑 雖然偏乾一點但是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雞腿部分可能不會那麼難 它也 Shin & 叫你自己推薦啦 裡面是 它的豬肉已經問到就是入口會化掉 原色還不錯 真的是酸酸辣辣的 就是都是同樣的酸 然後帶點檸檬香氣 然後帶點辣的 但是我覺得是好喝的 那這個也是米其林推薦的 就是他們的烤牛肉 然後拿它就這樣 其實烤牛肉吃起來很脆肉的糖 就正常喝點喝不點 但是它的辣醬呢 如果怕辣就被它沾太重 因為都滿辣的 但是胸的地方會比較乾 對 那如果在附近的話 你可以順路來吃 特別來可能吃不需要 對啊 林總其實稍微看了一下老闆的做法 發現炸雞是事先炸好的 也可能是這樣 美味會打折 有點可惜 再來帶大家去一家神秘的店 看到它的門口一定猜不到是什麼店 大部分人經過應該不會知道這是什麼店 答案是一間低調又厲害的暗門店 這裡沒有香香的空氣 也沒有融融的燈光 有的是超平實的價格 和紮實的按摩功夫 這家按摩超級 目前超級舒服的 感覺好專業喔 非常推薦這一家泰式按摩 那雖然裡面的場景呢 看起來整個剛進去都是非常傳統 沒有說精緻的裝潢 但是它的功夫啊 真的是一級棒 除了傳統的泰式按摩以外 再加上一點點 按起來很像是 台灣的整骨會幫你經絡放鬆拉伸 我覺得像我是吃比較重的泰式按摩的話 很適合 等一下我們要趕背地的話 真的想按四個小時都不會覺得太久 真的會上癮 再來我們要去的是 仙羅天地購物中心 我覺得四南曼谷一定要去的地方 為什麼一定要去呢 等等大家看了就知道 購物中心的位置在河邊 所以我們可以坐船過去 其實曼谷的水路交通很方便 而且不會塞車 有機會我都會坐船 哇公交船 可惜它河上真的不乾淨喔 超十三個 不敢票要去潛水嗎 不敢 賠一千塊 應該喝兩口 上船之後會有工作人員來收費 不用事先買票 一個人是十六塊 他都有車長小姐來收票 你逃都逃不掉 他應該已經說 KK你沒有TP 再開付錢 哈哈哈哈 我們要去哪一棟 還可以啦 因為你叫你還沒叫 它把夜市和水上市場都搬進室內 会让你忘记在逛百货公司 一般夜市有卖的这里也全都有 真的令我大开眼界 所以我们的精神 benefici 我们现在热馅了 就像那个人村民说的 但是去治愈的地方 其实大家也走过去 我怎么回事 就是不要去治愈的地方 我们发现跟来 要是把这个地方画得很厉害 空洞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除了食物、小飾品、企業品也都不缺 雖然價錢會比外面貴一些 但也提供選擇給不同需求的旅客 然後他已經把夜市的東西把它變到室內了 對,室內電視啊 然後連超市都有這樣 我超開的 等一下的飛機要去客屁所以要先離開 下次有機會再來好好逛一面 百貨免費的接駁船 送你去BTS空鐵還算方便 在路邊看到天然草藥店 進去研究一下 看錯 3122 3122 用貴門叫車去機場快線 可能是距離太近沒有司機要接 快20分鐘還叫不到車 本來大概80元的車子 路邊寄人車200元才願意載 結果很妙的是 上車和司機聊天聊著聊著 最後竟然400元直接載我們到機場 變得輕鬆很多 可不看 掰掰 幫我關起來 你說1樓有美食街 我們去看看便利美食街 剛剛上面機場的價錢太誇張了啦 隨便一個套餐小小的 肯德機家要300多塊了 所以我們現在帶你去找便宜一點的美食 所以我們現在帶你去找便宜一點的美食 幾幾美食 我不曉得一樓藏著一樓美食 真的沒人知道齁 我要看一下我想吃便宜 90塊啊 好平民喔 好平民喔 好好看 在機場可以看到70塊的飯 70塊的飯 這真的是自己的員工餐廳耶 還有佛耶 米粉粥 粥耶 吃癢養是不是 因為太親民了 所以吃癢養 哈哈哈哈 剛剛有一件很好笑的 就是我們去賣飲料 然後結果那個人就跟我們說不要錢 我說不要糖 他說不要錢 我們以為真的不要錢 200 謝謝 我沒跟你講完啦 結果不要錢是因為要買卡 才可以用 我覺得超好笑的 還剩50 這樣全部250吧 這是自賓餅耶 還不到一個可德基的價錢 對啊 好平衡啊 第二三是客餅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後面景點會越來越厲害 想知道我們去了哪裡 記得訂閱按下去 才能收到最新的通知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再見 再見